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要行大礼 过去说行大礼师弟之物 就拜参 还就是一定要念礼佛 一定要念礼佛 那么在我们4月22号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就是下个星期三 那么是我们准提菩萨的圣诞日了 这农月3月16 大家天天念准提神咒 求菩萨保佑我们 平安 当时在菩萨的圣诞日呢 大家也可以多念一点 多念一点 求菩萨保佑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呢 来讲解白化佛法呢 因为呢 我经常呢 在开示的时候 讲了一些 关于天人有五衰啦 等等了 那么很多的佛友就写信 说师父 能不能在白化佛法当中 讲一讲 天人有哪些五衰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呢 讲一讲天人的五衰 其实呢 因为在六道当中呢 天道里的人呢 他们呢 跟我们人一样 因为呢 在天人寿命啊 将要没的时候呢 因为他也会出现 种种的异象 不一样的景象出现 比方说 这个五衰 五衰 那么又有大五衰 小五衰 两种 五衰呢 首先呢 就是告诉大家呢 就是一个人呢 这个够会 衣服够会 够会就污垢啊 会就脏了 衣服脏了 因为在天上的人呢 所有的人的衣服啊 都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妙福光洁啊 非常的光鲜 光鲜人家说 哦 你穿得很光鲜 实际上是很光亮的意思 但是呢 你在天人的福气 想尽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开始呢 这个衣服就开始 够会了啊 就是污垢了啊 会脏了啊 会非常的污染 头上的花尾啊 头上的一个花 天人头上啊 我们说头上都有花 他们的花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间的 比方说 头上的翡翠啊 珠宝啊 这些东西 他们想要什么 一想 头上就出现各种各样 就像很多女孩子啊 如果做天人之后 他们照的镜子 哎 我这里最好来一颗蓝宝石 怕有蓝宝石就在那里 哎呀 我这个地方呢 弄一个发结 怕一个漂亮的发结就上去 啊 就像那个宝瓜 那个珠啊 翡翠啊 玉石啊 就是这个 这些啊 非常好的东西 那么当你要 人要离开天人的时候 就天福享尽的时候 你头上的这个灌花 自然就萎碎 就是萎靡了 就是要慢慢的 呃 凋 凋谢了 啊 第三呢 是夜下汗流 夜下汗流呢 就是啊 因为在天上的天人啊 啊 平时呢 他们在天上啊 清洁 非常的干净 身上呢 是微妙相体 微妙相体 实际上就是 啊 这些天人的众生啊 他们呢 身上有个香味 啊 有个香味 非常干净 啊 他们一直 永远不会臭的 身上不会发臭的 啊 所以干净 那比方说 你说好了 你在一块很干净的地方 没有污染的地方 你永远不要擦皮鞋啦 你不会 身上有这种灰啊 他天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等到你夜下流汗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 天父已经想尽你这个人 天人的寿终 要正寝了啦 那要死了 第四种呢 叫身体臭秽 啊 就是说明了 就是你在天上的天人呢 天众啊 就是妙生疏矣啊 因为我们 啊 在天上的 啊 这个天人呢 他呢 身体啊 香得不得了 那种感觉啊 哎呀 非常自然 而且这种香绝对不像人间叉的那种啊香 它是一种花的香 自然的花香 啊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我经常经常闻到那种啊 这个花香啊 啊 这非常好 实际上呢 就是当一个人呢 福寿 啊 这个 这个福寿啊 寿终的 这时呢 突然之间 他的身体啊 好了 开始有臭味道出来 所以你不要说啊 我们 为什么有时候要拜佛的时候 要身体洗干净啊 拜佛啦 实际上就是要像 像天上的天人一样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你要知道 你看你们洗完澡 人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一个人很臭的时候 觉得自己身体很重啊 啊 所以人要干净 这个第五是不乐本作 就是你呀 本来呢 天人呢 啊 在天上啊 啊 最快乐 啊 非常的快乐 啊 做也做的快乐 站也站的快乐 啊 但是呢 等到你要福宗 这个福尽啊 寿终之时的时候呢 你连你自己的一个座位啊 你都坐不住了 开始摇晃了 啊 开始觉得 哎呀 怎么这个地方坏了 那个地方坏了 就是你自己的坐 啊 我们说的 啊 大家都知道 师父跟大家曾经讲过 啊 你要是菩萨的话 在天上是什么 莲花座 对不对啊 啊 那么你现在想想 啊 这个天人 他是什么座啊 他是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啊 座位 那这个座位 有点像人家 花啊 香啊 雕刻啊 一起的 和和而成的那种 平时你做的会觉得很乐意 很开心的 那么 这五大摔像 啊 这个摔亡的像的显现的时候呢 这天人将会死亡 啊 天人将会死亡 所以跟你们讲了 就是在啊 玉界天 色界天的天人 啊 当然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天人里边有一种天人 那是真的是 啊 太厉害了 你如果能够登上无色界的天人 啊 那你基本上 没有任何物质了 这个天界 啊 基本上是没有意识存在了 所以他不会出现 这个天人五衰的情况 啊 其实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啊 师父跟你们说 如果你能够在天道里边的 最高的一道 啊 啊 这个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你到了无色界天的时候 哎呀 这些都没有了 啊 都没有 啊 基本上都不会有这种 啊 天人就不会死亡 而且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无色界天跟 这个超出六道 已经很接近 很接近 因为很多菩萨 他们经常到无色界天来救人 啊 他们在无色界天 停一停 再往下跑 啊 那么刚刚呢 跟大家讲到呢 小五衰向 小五衰向呢 就是啊 本来呢 在天上呢 很多的音乐 一直会联系不断的 就像我们现在比方说 到了一个shopping center啦 就是买东西的一个大厦啦 到一个很高级的店呢 他会轻轻的一直有音乐的 大家如果到酒店里边去啊 他轻轻的一直放在音乐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天人要死的时候呢 他听不到这种月声了 没有声音了 第二呢 他声光忽灭 就是说他身上的光了 没有了 你们去看一个老人家要走的时候 他脸上没光 头上没光 身上非常的灰暗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 金光惨惨 在弘法当中 念经当中 满脸是这个精神 精都有 神清气闯 所以这个人不会衰亡 第三呢 是玉水浊生 玉就洗玉的玉啊 浊生 就是很多天人啊 他们的肌腹啊 他们的皮肤啊 非常的香腻 非常的香啊 他们像莲花一样的 水啊 沾不上去的 水沾不上去的 那么 我想举个例子给大家 大家就明白了 比方说 你们想想花 你们浇花的时候 这个水啊 在这个花啊 它是 花是不接受这个水的 但是呢 它会慢慢的在它上面就流掉 所以你看你 你不是说水一上去 一定跟这个花的合在一起的 啊 这就是我们说莲花了 这个好的花了 但是呢 天人要摔向现实的时候呢 它的淋浴的那个水啊 就是我们说 在天上是用不着洗澡的嘛 但是这个那一些水啊 就天水啊 它就会粘在身上 停不住 它会不会干的 不会干 停住不干了 第四呢 叫着净不舍 着净不舍 就是 这个境界啊 你只要贪恋境界 你的心啊 就停在那里 会舍不得 大家都知道 天上的 这个 这个玉界天啊 色界天的 天上的景色 非常的殊胜 你们看我们人也是这样 当一个人要死的之前 看看家里 每块砖 每个房 很多人就会留恋说 你让我再去看看 我过去的小学里 再去看看 哎呀 我过去曾经去过的地方 那个时候 他就会留恋 实际上 这个摔向来的时候啊 他就开始慢慢的 去拙不舍 就不舍得了 不舍得 还有嘛 就是第五个小五摔向呢 是眼目素顺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在天上的天人呢 他们的天眼呢 无碍 看什么东西啊 都是可以看到很远 眼睛非常的好 啊 这个普官大千呢 他们在天上 给看得很远 啊 所以天人 他们厉害 他们的眼睛啊 所以说人家说千里眼 啊 就是这样 但是 与摔向 现前的时候呢 啊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五种小摔向 如果显现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你呢 基本上已经开始 要知道 你的大摔向 要开始了 但是小摔向 能够提醒你 你要注意了 你天福 天命将尽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 遇到菩萨 遇到你 重新 用自己的善根 来浇灌 你的心灵 你照样 可以有转机 不进入 大五摔向 啊 所以 这些介绍呢 实际上都是 阿含经里面的 佛法呢 早就讲了 啊 这个人呢 有五摔现象 所以佛家呢 早就承认这些 所以呢 因为 我们人呢 其实呢 也要懂得 当一个人 很脏的时候 当一个人 已经洗澡 都洗不动 当一个人 说话 说不动 当一个人 眼睛看人家 很呆滞 当一个人 睡觉 没有时间 爬也爬不起来 睡也睡不醒的时候 啊 吃也吃不下的时候 睡也睡不着的时候 这就是人的 五摔开始 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当一个人 经常执着于 我刚才说的 啊 不停的睡觉 睡不醒 啊 然后呢 睡不着 啊 然后呢 啊 这个吃东西 又吃不下 啊 做什么事情 觉得没劲 没有力 实际上 你的生命现象 已经开始出现了摔像 就是叫摔亡之像 啊 还有很多的 就是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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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人啊 在还没有死的之前呢 他已经 已经像 因为他要投畜生嘛 他已经开始的 做的动作啊 啊 做的事情啊 已经开始 已经像 啊 动物了 所以很多人 你看年纪 要死 死的之前呢 他讲话 讲不清楚了 这个实际上 他已经像 动物在叫 然后呢 驮这个腰 就像一个动物 你看人应该啊 昂首挺胸的 手就是头嘛 昂头挺胸 就是昂首挺胸 但是你看动物 动物没有一个 是头 挺起来的 所以一个人的头 抬不起来 就是说明 他已经做了 不好的事情 一个人头 抬得起来啊 昂首挺胸的 去做 这个人啊 就是还活得挺好的 所以你去看 一个人腰背驼了 眼睛看不清楚了 头昂不起来了 背驼了 走路摇摇晃晃了 对不起 想一想 你很快可能就会 堕落啊 这个 这个 畜生道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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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啊 一个畜生 一样子就会出来了 话讲不清楚 啊 对不对啊 有的 跟台长一家 问 你说他看 这个人 你说还能活几天 对不对啊 所以 过去呢 在这个经文当中呢 曾经呢 就有关于啊 第十天的故事啊 啊 啊 帝室 就是皇帝的帝室 就是佛陀 释迦摩尼佛的室 啊 他在临终的时候呢 知道自己呢 要堕落了 人间了 而且受胎呢 会成为一个呢 做 啊 这个 这个 人家 家里 这个 赡养的一个驴子 所以他身体逐渐出现五大衰项 那个时候他忧心忡忡啊 幸好他及时想起了啊 佛陀在三界之中唯一能寄人苦恶的救助 他就拼命的求佛啊 求佛啊 求法啊 的天界 啊 啊 当他正在专心一意潜称啊 在皈依佛法的时候 他呢 发现自己竟然在一瞬间已经坐 啊 这个别人家的 在人家的驴的肚子里了 还好这头驴子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 挣脱了绳索 四处乱跑 挂哒挂哒乱跑 弄坏了这个 这个逃人的 啊 逃人就是做逃死的人的作品 啊 这个主人啊 啊 啊 一怒之下 痛打了驴子一顿 被伤及腹内的幼胎 啊 这个就是人家说流产了 所以地色呢 因此逃过一劫 他就感恩佛陀的威德力 啊 地色呢 不但呢 啊 得物无常的意义 更加精进 奉行解脱之道 啊 成为佛法的护法神 啊 所以叫地色天有一个 叫天上 因为他 投胎在人家做陶人 就是做陶瓷的人的家 大家想一想 所以为什么在天上 学佛人不多 因为太幸福了 所以我们在人间 太福气的人 不是件好事情 要常吃苦的人 才有奋进的心 啊 所以等到你到了天界 你天福享尽 还是要下来 所以为什么说人到最好呢 因为人在受苦 所以他会一事修成 他放下自己的啊 这个痛苦 他才能成道 所以呢 做天人也不是这么 啊 如意的 所以做人呢 也要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 是长久的 啊 所以 啊 这个 天人呢 一定要 啊 也要 啊 他们也要经 经常修 不要等到自己 看到自己啊 天福享尽了 才修 就像人一样 人呢 有些人有钱 吃喝玩乐 永远不知道修心的 等到自己身体不好了 五衰情况出现了 啊 牙齿没有了 开始 头发掉了 被就开始驼了 这个时候才想到 哎呀 我要拜佛呀 虽然佛能救他 但是他的魂呢 已经到了一个 做逃人家的驴腹当中的 驴子的肚子当中的 这种是很危险的 一生下来 对不起 已经没办法改变 因果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修 今天呢 跟大家非常 啊 有趣的讲了 这些天上的故事 师父以后在白话佛法当中 还会跟大家讲更多 啊 关于天上的 啊 人间的一些 啊 这个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